据台湾中国时报23号报道 台空军幻影战机正在进行一项战术交流训练 这项训练是由法国每年派现役或退役飞行员赴台 与台军飞行员进行战术战法交流 报道称 法国飞行员已于上周进驻台空军花莲基地 据报道 这次训练由台湾地区飞行员与法国飞行员混编 并由台空军第五混合联队第17作战队担任假想敌 实施空中战术对抗等课目 报道还指出 台空军已编列预算 让法方先行评估幻影双座机严寿案的可行性 此举表明 台军不会淘汰幻影战机 台军幻影战机飞行寿命本应到2027年就届满 但在原厂建议下进行严寿评估 未来先进行双座机机体严寿工程 该型战机预计将再延长服役20年 至于单座机是否延长 台军方官员称 飞行时长还有空间 只要做好后勤 能用多久就用多久 再飞十年没问题 相关消息也引起岛内网友关注 有人嘲讽道 法国人看到应该很怀念 在法国几乎已经淘汰的战机 还有岛内网民表示 钱钱钱 台湾钱最好赚 国台办发议人朱凤莲此前曾表示 民进的当局用台湾同胞血汗钱换武器 搞台独分裂活动 换不来安全 如果民进的当局在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的绝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只会给台海地区带来兵凶战危 只会把台湾同胞推进危险的境地 民进的当局应立即停止为了政治私利 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 绝对付一个颜色录 Bird 感谢观看